抽手錶 抽抽 兩秒 好 反正也沒有收到品牌 是不是 反正也沒有收到品牌 沒有收到品牌 然後抽一支手錶 狀況是OK的 反正就是小事 可是我還是要說 大家開車的時候在路上小心一點 不管你是被害者 或者是 你是碰到別人的 要負責任 就是這樣子 不要逃跑 就這樣子 要面對就對了 對啊 要面對 如果那天是Michael哥 會怎麼樣 那還想怎樣 面對 對 當然 應該打給所有的人 一起去處理 老人 對啊 這個就變成一個外傳 可以 我真的囂張一點 一定要 大家算是有的時候 XX想穿黑 就穿白的 老師想穿白的 怎麼樣 你們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 你們不能穿白的嗎 我不能穿白的嗎 你怎麼樣收到是對的 很欠罵是不是 下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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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有收多少錢 其實還好啊 真的 沒有什麼好提 Michael哥不想看這一支 跟你的那個手錶比還好吧 我家學校比 送手錶 抽手錶 手錶 手錶 可以啦 手錶 手錶 好 反正你沒有收到品牌 是不是 反正你沒收到品牌 沒有收到品牌 然後抽一支手錶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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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嗚嗚 剛剛坐我的車子 然後你還跑 不是 因為剛剛那個男生 你就承認 你承認 你剛剛 承認我承認 你坐我的車子 所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你知道更XX的事是 他在道歉的時候 他還在笑 跟Smi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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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坐我車子 然後你還跑 不是 因為剛剛那個男生 你就承認 你承認 你剛剛 承認我承認 你撞我的車子 那你為什麼撞我的車子 還跑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們全部人錄下來了 我這邊沒有要對你怎麼樣 我要拍你 是因為我要教訓一下 我只是說你這樣子沒有道德 好 大家剛看到這些畫面 那我選擇不報警 其實我覺得我的阿寶 都不是陌生 我在追蹤他的時候呢 他還闖魂跟我們按喇叭 他才停下來 然後你知道更XX的事是 他在道歉的時候 他還在笑 XXX在路上 Anything can happen 那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 我覺得一定要停下來 報警會比較好 幸好他沒有遇到Michael哥 因為如果遇到Michael哥的話 他就死定了 XX 天啊 我才會有什麼事 我會不會再寄 他就死定了 那我要坐上去 我會不會再寄 我會不會再寄 他就死定了 那天啊 我會不會再寄